为期三天的2018年第十二届淡美洲武术锦标赛 于昨天在阿根廷首都正式开赛 来自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厄瓜多尔、巴西、秘鲁、乌拉圭、智利、阿根廷等15个国家 300余名运动员将参加散打、太极拳、拳术、刀、剑、棍、枪等十余个项目的角逐 发明武术联会目前有23个武术协会的会员 武术的发展不光是在北美洲、在南美洲也是非常蓬勃的 武术是中华文化里头应该说在全世界 是最普及、最受欢迎的 不需要更多的语言 大家都能交流 那么大家都可以看到 今天的比赛不光是华裔 事实上各族裔的人都有 一方面我们在推广竞技武术这一块 另外一方面 我们在每两年也有一个传统和太极的比赛 那么上一届是在Costa Rica 下一届会在美国的三番四 我们希望借着这个武术的比赛 这些活动继续推进武术在整个美洲的发展 阿根廷开展中国武术运动已经有几十年时间了 近几年发展得非常快 不仅在首都有很多人学习中国武术 在萨士达省、五湖一省、米修内等省都有许多习武的人 他们喜爱中国文化 他们喜爱中国武术 我们还开设了许多武术学校 这位普及中国武术做出了很大贡献 泛美洲武术联合会主席吴婷贵 阿根廷高委会教育委员会主席卡洛斯·马里诺 第十二届泛美洲武术锦标赛组委会主席 阿根廷武术协会主席卡洛斯·蒂亚斯等嘉宾 出席了昨晚的开幕式并致词 来自阿根廷前兰根武术学院的学生 在开幕式上表演了武龙武师等中国传统节目 精彩的炭歌表演也让全场观众领略了这一阿根廷国粹 随后 阿根廷武术气功协会会长切兰根先生 向本届泛美洲武术锦标赛组委会主席 阿根廷武术协会主席卡洛斯·蒂亚斯赠送了中国武术书籍 本届比赛分为套路和散打两个竞赛项目 年龄分为成人组和青少年组两个组别 阿根廷前兰根武术学院 阿根廷武术俱乐部队员将代表阿根廷参加本届洲际比赛 阿根廷这么多年我的使命始终是宣传武术宣传我们的中国文化 我和我先生创办了这个学校今年刚好十周年 我们总共培养了900至1000多名的学生 经过我们的培训 我们有四个分校 首都城外还有Rafael Santafation 目前我们有15人的教练团队 在阿根廷应该算是规模比较大的武术培训中心 我们的学生大部分是阿根廷人 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武术爱好者 当然也有我们的华人小孩 因为阿根廷人大部分人都是很业余的 没有我们中国的那么的专业 但是我们所教授他们的内容 所教授他们的武术的那种精气神 还是以最原汁原味最传统的方式传递给他们 这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使命 随着中华武术在世界各地的苦疾 世界各国人民已经被这一中国传统体育项目所吸引 世界范围内的世界武术锦标赛 世界杯武术比赛 周济武术锦标赛层出不穷 武术这一璀璨的体育之花 正在世界各地绽放 阿根廷华人王柳军现场报道